特斯拉Model Y升级了2024款的258,900到363,900啊 一句话总结就是加量没加价 24款的Model Y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 外观内饰动力啥的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还是那种简洁到了极致的风格 后驱长续航全轮驱动版以及performance的高性能 三种动力 299、450和486马力 CLTC的续航分别是554、688和615公里 那24款的Model Y最大的升级 就是全新一代的自动辅助驾驶硬件HW4.0 超远距离的双目摄像头 探测距离从原来的250米提高到了424米 自动驾驶的能力是大幅的提高 据悉特斯拉的Auto Pilot自动辅助驾驶已经让行车安全 达到了美国平均水平的9.2倍 虽然新款的Model Y的外观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它还是增加了一个叫做快银的专属的车漆 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当然了 想用上这个车漆的话 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1.2万人民币 着实是不便宜 那总的来说 24款的Model Y作为一个小改款变化不大 但是自动驾驶辅助的能力有大幅的提升 且没有涨价 所以说性价比是有提高的 比老款的更值得入手